地球上可是连个鸡蛋都推不动 世界前三 中国掌握的这项技术 它到底有多牛啊 或者推进器又取得了新进展 这可是未来航天设备的理想动力 咱们空间站上早就用上了 但是这东西在地球上可是连个鸡蛋都推不动 在太空中却有超大的用途 并且能够节约非常多的能源携带 核动力的航天器 加上或者推进器 是我们2045年载人登陆火星的必备装备 科幻变现实 这可不是真科幻啊 这是人类短期内最快有望 能够实现星际旅行的心脏能源 我是老方 大白话能让更多人快乐 2024年刚开年 中国航天科技就迎来了一大事件 这项技术之前 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掌握 或者推进器 这次我们的突破到了双环点火技术 成为了近美俄之后的第三个 拥有双环嵌套式或者推进器的国家 通常我们知道在太空中 航天器想要改变自己的速度或者方向 就需要使用推进器产生推力 传统的推进器是利用化学染料 通过携带燃料燃烧 产生高温高压气体喷出来 然后获得反作用力 那传统的推进器就存在 燃料消耗量比较大 使用的寿命比较短这些问题 就是无法持续使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才发明了电推力器 这霍尔推进器又称为离子发动机 是空间电推进技术中的一种 其特点就是效率高比冲高 已经广泛应用于空间推进 就比如航天器的姿态调整 控制 位置保持 轨道机动等等 目前我们有很多的卫星和航天器 空间站应用到了这项推进技术 话说前一阵咱发射的可重复使用 航天器啥回来 是不是还在上面飘着呢 最近没有什么消息 那上面肯定有霍尔推进器 那么同样是电推进器 为什么这种就要叫做霍尔推进器呢 原来是交叉电磁场 捕获从阴急发射的电子 电子绕磁力线旋转 并在放电区内做脚向飘移 那这个脚向飘移的电子电流 称为霍尔电流 而脚向飘移呢 是交叉的镜向磁场 与轴向电场作用的结果 就是霍尔效应了 这就是为什么叫霍尔推进器了 当然除此之外啊 还有其他类型的电推进器 就比如比较著名的山格离子推进器 它使用的工制呢 是拱也就是水银啊 你再看这个霍尔推进器呢 工制是惰性器 就比如压气 仙气 无味 而且无毒 也很环保 工制就是参与工作的必备的物质 简单好理解 咱就看作燃料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的空间站上 除了26台常规火箭发动机之外 就配备了4台LHT-100霍尔电推进发动机 空间站在太空中的轨道 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也是有微重力作用 慢慢靠近地球的 这就需要发动机作用来进行变轨 还有当神州飞船啊 天州混音飞船啊 来之前为了配合对接 就需要变轨 那再就是躲避太空碎片 或者躲避一些 有意的 特意的 恶意的 故意的 靠近的他国的卫星 也需要及时躲避 那这些发动机呢 就会启动用于调整空间站的姿态 和轨道的高度 虽然每台LHT-100的输出推力 只有80毫牛 4个一起才320毫牛 甚至连个鸡蛋都拖不起来啊 鸡蛋的重力还要500毫牛呢 但是却为我国空间站 节省了大量的调资用的化学燃料 那我们先聊一聊国际空间站啊 它运行的高度 大概是在370千米到460千米的轨道 就大概范围啊 那这里也并不是空无一物的完全真空 空气密度只有地球密度的千亿分之一 其中主要含有氢氦氧等等原子 那虽然这个地方呢 空气密度极底 但是仍然也会对空间站的运动 造成不可忽略的影响 就比如空间站不启动推进系统 那么每个月的轨道高度将会下降2000米 所以国际空间站每隔一段时间 就需要启动发动机来维持轨道高度 这样就需要耗费大量的燃料成本 那为此呢 国际空间站每年要消耗约7.5吨的化学燃料和氧化剂 需要花费多达2亿美元来维护 而能够进行轨道推动变轨的仓段 是由俄罗斯来负责的 这就是一旦俄罗斯藏短分离 料卷的不干了 国际空间站其他部分就等着坠毁吧 当然不单单国际空间站 在近地轨道所有运行的卫星 包括我国的空间站 或者大型的一些卫星设备 都需要偶尔调整一下姿态 维护一下轨道高度 当然还有那种变轨的 就比如我们实践卫星 它可以随时机动变轨的那种 之前不是有个时间卫星 拖着咱废弃的北斗卫星 给它拖着到卫星目的轨道去了吗 然后又回来了 这种它需要大范围的机动变轨的 这种卫星也是存在的 看你是什么用途 要不怎么说 有些卫星的寿命是有限的 就是因为它的携带的燃料是有限的 一旦燃料耗尽之后 它没有办法变轨了 那这卫星渐渐渐渐就无法改变轨道了 它最后就变失效了 虽然我国空间站的 霍尔推进发动机产生的推力 只是豪牛级别 但是只要连续运行一天 其微弱的推力 也能让空间站持续产生一个加速度 据统计 这四台霍尔电推 用以维持轨道高度所需要的推进剂 只需要约400千克每年 这简直太省了 那我想想 如果这种离子电推进器 它的数量多比例高 然后能力更强 那么省的可就不止是燃料成本了 更多原本用来存放燃料的空间 我就可以腾出来了 拿来搞个实验 不会更有性价比 补给方面也能腾出更多空间 携带货物了吧 那在远距离飞行的时候 我能带东西也更多了 那么霍尔推进器 为什么既经济又划算呢 这霍尔推进器 以离子发生器为核心部件 把离子化的惰性气体 比如亚气 仙气 放入其中 利用霍尔效应 推进器受到电子撞击 而变成了离子状态 那这些离子在经过电厂的加速之后 然后在综合雨流中的离子 最终能让喷射出的气体加速至 超过每秒10公里 最快可以达到每秒80公里 那以后科技发达可能更快 那这个比充可以说是非常大了 相比之下 火箭发动机产生的气流速度 通常只有每秒2到4公里 这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吧 咱传统火箭 一般就那么一股子劲 大力出奇迹 烧个三四百秒 就像地月转移 地火转移 也是前面一顿猛推 然后猛烧 后面就靠惯性晃得过去 然后航天器上发动机 必要的时候动一动 变面轨 加加速什么的 而霍尔推进 不仅比充大 所用的燃料能耗也更少 发动机寿命就更长了 推动航天器运行同样的距离 霍尔推进器所用的燃料 只有传统燃料的十分之一 甚至更少 虽然霍尔推进器的推力很小 就像说的 在地球上连个极端推 但是到了太空中 你推个数十吨重的旁人大物 绰绰有余 因为太空中所处的轨道高度 空气阻力微乎其微 你到了深空 那脱离地球了 那更真空了 那么比充越大 效率高的好处 在几乎没有阻力的太空中 自然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方法 也将为长期任务提供 更高效 更持久的推进系统 就比如我们可以执行小行星的任务 或者是应用到火星的往返 如果只依靠化学能火箭 从地球飞到火星 走霍夫曼转移轨道 正常情况下 也需要260天左右 而使用霍尔推进器 可以把飞行的速度 压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在太空中飞行的飞船 没有任何前进阻力吧 牛顿级的推进器 只要工作时间足够长 持续加速 仍然可以让飞船 达到相当高的速度 缩短航程 那也就意味着 航天员在太空中的旅行的 需要的各种物资也降低了 然后对航天员的精神内耗也降低了 这使未来我们载人火星任务 就变为可能了 靠传统燃料 做个飞船 去登火星 这个任务完完成不是重要 你还没到呢 人已经精神内耗到崩溃了 这是有可能的 你去一趟7个月 最快了 现在最快7个月 让你再绕绕绕 找个合适点降落 降落完之后 你再工作几个月 你还得适用重力乱七八糟的 工作完了上来 我还得找个合适的返回的窗口期 我再回来还得7个月 这可就不是7加7的月份了 因为地球正常 按我们现在的发射窗口期 没两年才一次 有一段时间 所以你去一趟7个月 然后等两年之后 你再返回来 那就是最少3.5年 这航天员能不能受不了 我不知道 反正大部分人都受不了 那么传统的这种燃料 飞船 能发射到人 去火星的这种可能性 大家觉得高吗 如果没有核动力飞船 和或者推进装置的话 大大缩短航程的话 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可能再半道就精神崩溃了 所以目前我国也有规划 发展核动力的航天器 就之前我出过一个视频 说核动力火箭 那核动力一上来了 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 然后咱再使用霍尔推进器 那未来深空探测 暂时火星任务 这都是必备装备了 2022年 我国百千瓦级的霍尔推进器 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当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1所研制的型号为 HET450的单通道霍尔推进器 以鲜为公制 最大功率就达到了105千瓦 最大推力达到了4.6牛 这个单通道霍尔推进器 在性能上 已经比肩美国的 三通道嵌套式的霍尔推进器X3 那近期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 就801所啊 他们研究员呢 向外公布了 该研究所所研制的 50千瓦级双环嵌套式的 霍尔推进器成功实现点火和稳定运行 这个成功点火 并且能稳定运行啊 也就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 第三个实现嵌套式的霍尔电推进技术突破的国家 那这个双环甚至多环嵌套式的霍尔推进器 就内外环可以单独独立点火 也可以同时点火运行 多通道的霍尔推进器 相比于单通道的 使用起来就更加灵活 能够应对不同的推力需求 那这次点火成功啊 是801所机 2022年将我国的霍尔推进器的功率水平 提升至百千瓦级之后 取得了又有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 大功率的或者推进器呢 具有推力大比冲高 这上面都说了啊 系统简单可靠 维护也非常简单 综合优势啊 那是绝对杠杠的 那是目前最接近太空应用的国际主流 大功率电推进技术的路线 而嵌套式的电推力呢 具有工况调整范围宽 推力密度高等等特点 在相同功率下 推进器尺寸较常规的单环 或者推进尺寸显著就减小了 更有利于在航电器上的布局和工程的应用 那作为霍尔推进技术研究的国家队 801索于1994年 在国内率先开展霍尔电推技术研究 已经形成了功率100瓦到100千瓦 推力5毫牛到5牛的 霍尔推进器的产品行谱系列 从2012年成功完成国内首次 霍尔推进器载轨飞行验证之后 801索积累有60台以上的 霍尔推进器载轨飞行 应用了34个航电器 那看着好像科幻的装备 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快速前进的 天文2号小行星采样返回 以及天文3号火星取样返回的航电器 上面都应该会搭载成熟的霍尔推进器 另外美国的火星采样返回推迟了 目前是不早于2033年发射 如果顺利的话 返回时间是2036年 这个顺不顺利咱也不知道了 但是我们的天文3号 是要在2028年就发射了 2031年前后就可以带回火星酿品了 美国为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级呢 是技术不行还是缺钱呢 咱最终要探测火星的目的 不就是把上面的土拿回来吗 你就地研究 你派再先进机器人上去 你真的能实验效果就比地球强吗 地球有成套成系列的各种各样的 大型的小型的尖端的研究设备 以及仪器能够研究到火星样本中含有什么 是否存在生命 你把真正的火星样本 火星土壤拿回地球来研究 才是王道 那咱下面聊聊 这个火星全返回 美国有啥推迟了 是缺钱吗 那我们的进入路线又将如何发展呢 关注老方布与路 他们路上 共进步